小朋友们好 这天熊大熊二在工地干活 哎呦累死俺了 俺也是呢熊大 不过熊二 看着俺没快建好的新房子 俺就不累了 俺的心里真是热开了花 俺也是呢熊大 俺喜欢建新房子 再累也开心 熊大熊二 谁在叫俺们呀 熊大熊二是俺啊 王多强 嗯 王多强 你怎么来了 找俺们有事吗 是的熊大熊二 俺有事请你们帮忙 嗯 这不是俺住的房子有很多年了吗 已经很破旧了 所以想盖一核新房子 你们能帮忙吗 嗨嗨 熊大 咱们不给那个大坏蛋盖房子 哎呀 熊二 再说了 光头墙也不是那么坏 咱们也好趁这个机会 教训他一下下 怎么样 嗯 你看着办吧 熊大 熊二 你们嘀咕什么呢 嗯 如果你们不方便的话 那就算了 那我只好去找别人了 嗯 光头墙 这件事俺们答应你了 包在俺身上 太好了 太好了 真是谢谢你们了 熊大 熊二 哎呀 谢什么谢嘛 不用客气 大家都是生活在一个大森林里的 看俺们等一会儿收拾你 嗯 熊二 你嘀咕什么呢 嗯 嗯 我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 嗯 就是说 不要客气 光头墙 很快 熊大运来了一袋水泥 熊二运来了一车石子 把石子卸下来 水泥也卸下来 滴底 alga 哔哒 嘀嘀 嘀嘀 一会儿 熊大又开着泥罐车来了 熊二呢 开了一辆挼掘机来了 熊大,卸下搅拌好的泥土 转转泥罐 哎呀,熊大,你忙吧 我忘了挖泥土了,我要去挖泥土了 好啊,熊二 一会儿,熊二就挖来了一车泥土 熊大,泥土,挖来了 可是,俺觉得好像还少点什么 嗯,少什么啊 我想不起来,光头强,你说,少什么呀 嗯,好像是,是,木头 嗨,光头强,你还知道木头啊 我们到哪儿去找木头啊 森林里的大树已经被你砍光了 没有木头了,你的房子盖不成了 不会吧,熊大,熊二 熊大,熊二,你们不要骗啊 只要你们好好的帮我 盖好了这栋房子 俺保重以后再也不看树了 真的 哼,光头强,你觉得俺是那么好骗的吗 俺才不上你的当了 要不你拿出点诚意来 啊,诚意 熊大,熊二,你们要什么啊 直接说,只要我能办到的 嗯,光头强,你自己想呗 嗯,不然,不然,俺把俺村的木头都奉献出来 你看怎么样啊,熊大,熊二 嗯,你说怎么样啊,熊大 好啊好啊,熊二,你想一想 有这么多人都没有木头盖房子 这下光头强能贡献出一批木头来 就可以解决很多人的房子问题了 不是很好吗 哼哼,真是好啊 还省得别人辛苦的伐树了呢 好吧好吧,光头强 俺们就答应你的请求了 可是你也答应过俺们的 以后不能乱伐树木了 俺知道了熊大熊,俺记住了 很快,光头强的房子就盖好了 熊大熊二还收获了一大批木头 光头强呢,也从此不再砍树了 好了,小朋友们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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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